也姓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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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照着她姓琪所以找她呢 还是人心里美意找人呢 没有没有 是因为长得好看 小玉 都好 都好 没不好的地儿 这个我问问你的女朋友 叫琪什么 琪音 音乐的音 琪音你第一次和这个大家庭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啊 如果见到这个四五十人的话 大概是上个星期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上个星期 对 我给你一个词语 你形容一下你的感觉 热闹 热闹 对 我以为你要说震撼 热闹 是不是 也确实很震撼 和这个大家庭相处的过程里 或者说你第一次听到五进 像你介绍他们大家族的时候 他用了什么样的语言给你描述的 说千万别吓着你 第一句话千万别吓着你 我们家是一个特别大的家庭 我说没事不怕 我们家也很热闹 你们PK了一下 没PK过 我输了 然后说一下就是说 在你跟这个家庭接触的短短的时间里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特别清洁 感觉就是第一次见面就没把你当外人 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清洁 这个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做 然后什么话都能说 都没有问题 遇到什么困难 大家一起讨论 都没有问题 特别特别好 你觉得这跟他们的老辈 这个传上来的这个家风有没有关系 有 大家都是特别民主 都特别平易近人 跟这个 比如说上次我们一起还出去玩过 然后这个跟我们的这个长辈们 应该是长辈们 还有这些姐姐们 都是应该姐姐们 都是把我当自己人 因为我也姓齐 说说我是齐家的第六朵金花 原来是五朵 然后她是跟着我混 看起来我看看这六朵金花 都站进来 太自豪了 那个算了我就不加入了吧 我们家都胖 来来来请坐请坐太好了 那个五星我觉得你压力比较大 没有我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就是你从现在开始 你不能有二星了 不不不不 我压根都没有过 今天现场有一个齐家的三爷家的大儿子 齐欢武没有到现场来 他现在呢 在遥远的美国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视频通话和电话连线 跟这个齐欢武联系上 让他欣赏一下我们的这个齐家的春晚 好不好 喂齐欢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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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多人啊 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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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清楚 这个穿旗袍的漂亮女孩是谁啊 女孩 那个叫全脸叫齐一姐 齐一姐 齐一姐大家好 大家好 齐一姐 大家好 大家好 武进旁边那人你认识吗 没有 有